但是這邊還有一題喔 因為 這樣妳還敢問喔 妳還敢問啊 因為其實在這個 《笑話中的禪記》這個書裡面呢 它有非常多的隱喻 是在講我們生活中會遇到的事情 我想中國也會遇到 您剛剛提到那個 念佛大居士跟鯊魚之間的互動 大家不要看表面這個互動 它講的就是我們在工作也好 婚姻生活當中也好 我們跟我們的父母子女 都有這樣的一個牽扯 那在這裡想要請教大師就說 如果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鯊魚 對 如果這個鯊魚被念佛大居士 那個 反過來了 對 然後它吃了這個鯊魚 那到底是誰可以去西方的經驟 我現在講啦 你們注意聽 鯊魚本身 它當然 沒有去西方其的世界 這個念佛大居士 它也沒有去西方其的世界 本來應該去的它也沒有去 去了也等於沒有去 去到西方其的世界 也等於沒有去到西方其的世界 《金剛經》裡面有一句話講 若以聲求我 世人行邪道 不見如來 也就是說 這個人用聲音來求我 念佛啊 就是發出聲音來求我 我要回向 這個 這個 密佛了生死 如佛倒一切 我們常常在念這個 這個記 《金剛經》裡面講 你念這個回向 就是要到西方其的世界 看見佛 然後將來自己成佛 再來度眾生 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人間 我們在沙佛世界 跟西方其的世界 有什麼不同 想一想 有什麼不同 在這裡 對 沒錯 貪嗔癡 人間是苦樂參半 因為所有欲望最重的 都轉世到人間 欲望最重的 因為它有欲望 人都有七情 有六欲 有很多種的欲望 那麼你想要到西方其的世界 這個心呢 是想要離開人間的苦 得到真正的快樂 得到真實的快樂 這也是欲望 這也是欲望 你如果是完全沒有欲望 這樣子才能夠成佛 你還有到西方極樂世界的欲望 你成不了佛 可能在那邊 有一個訓練班 有一個訓練班 你去那裡受訓 那時候佛在跟你講道理 你終於開悟了 你才能夠成佛 否則我們只是求 我便不是叫人家不要念佛 不要往生西方 不是的 我的意思是說 西方極樂世界 是跟人間之間的一個階梯 你先到西方極樂世界 然後再學佛的方法 再變成佛 這才是究竟 到西方極樂世界 還不是究竟 對 你懂一點 就是你看 我既然我今天念佛 我因為就是想要去西方極樂 那代表我已經有這個 對 即使我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我還是沒有看過 可是如果到西方極樂世界之後 我再加上大師幹部 如果又說怎樣怎樣的話 那我才有可能 就是這個 候選名單的出現